我是Inter,欢迎收看Interbox 最近呢,我跟Asus Tor借了一台机架式的NAS来玩玩 不然我觉得,哦,好像好久没有玩到Server了 那顺便给大家看看 一般家用的NAS跟刀锋型伺服器的NAS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又有什么相通的地方 而且我把这台NAS的型号丢到YouTube和Google里面去搜寻 都没有任何结果 所以代表,可能从来没有人去开箱过这台NAS 而且呢,即便我打了Asus Tor加上Server 这样的关键词去搜寻 也找不到有任何人开箱过或评测过 甚至这应该是Asus Tor的Server第一个公开出来的节目 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来制作这样的内容 但制作这样的内容也非常不容易 因为网路上完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就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以及官网的资料 还有实际拿到机器的使用 那这一集我们也不会深究的去探讨 Server上面它用的每一个晶片,每一个方案 或是它的PCIe怎么去分配这些细节 另外这部影片比较特别的是 我用了一支新的麦克风 是Elgato的Wave 3 那大家就听听看这个音色跟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马上来看开箱 首先开箱我就会感觉到 哇,整台NAS真的非常大非常重 这个重量已经超出我们电子秤的测量范围了 那以官网上面的数据来讲 空机就13公斤了 然后还要加上现在里面有4颗8T冰的NAS硬碟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包装跟包材 所以这个重量真的是蛮重的 需要两个人台 那这台2U高度的型号是AS7112 RDX 建议售价是16万 对相当于10张RTX3070的共版卡 啊,不对 现在3070那么缺货 你有16万应该也买不到10张啦 好了,但是呢 AS7112 RDX有限货 16万就可以买得到哦 所以如果你买得起的话 请移驾到影片说明栏的B2B会议室 ASUS Store的业务已经在那边备好茶水机待您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规格吧 CPU是Intel的Zion Coffee Lake 型号是E2224 CPU型号后缀是没有G的 所以它没有内写晶片 所以这台NAS除非有装显卡 不然它是没办法影像输出的 那CPU本身是14nm的制程 4核心、4直行序 时迈3.4GHz可以自动提升到4.6GHz 最高可以支援到128GB DDR4 2666MHz的ECC RAM 不只是NAS的server 其实很多server都是没有影像输出的 反而比较长都是透过远端连线 那相较家用的处理器 Zion CPU就有更高的安全性、稳定性 支援记忆体的通道也更多 能够支援更大容量的记忆体 虽然光是CPU价格就比大家想象的还要贵不少 但是商用的东西嘛 总是围绕着稳定性 还有24x7的运转 还有更好的支援性 其实这些都是家用电脑无法去比拟的 记忆体的部分呢 乍看它就是DDR4 UDIM 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是更贵的支援前面提到的 ECC功能的记忆体 也就是支援自动校验的功能 AS 712 RDX就可以安装4条32G 最大支援到128GB的记忆体 在储存方面也有内建M.2 支援2280 更支援了商用才比较看得到的 22110的规格 所以它总共有两个M.2 SSD 3.5寸的SATA总共有12倍 所以它的型号数字后面 可以看到的数字就是12 那目前ASUS TOR如果是塔斯机箱的 最高只有到10倍 所以如果你要更高的倍数 那就是要上到Server了 而以AS7E这个系列来讲 除了这台是12倍的 叫做AS7E12 RDX 在网上还有更大的3U高度的是AS7E16 RDX 所以它是16倍的 接着讲到电源供应器 以ASUS TOR来说 目前塔斯机箱电源供应器最大的 应该是AS7010T达到350W 那采用的是内置电源的设计 而这台Server它是两颗电源供应器 都是台达电的80PLUS白金牌550W 白金牌是金牌在上去一节哦 而且这两颗都是550W 不是说两颗加起来550哦 那相较于平常桌机看到的ATX SFX的这种规格 像这样的抽取式Server上面看到的 叫做Flex ATX 这种设计就可以做到双倍元 当一个电源供应器故障的时候 另外一个可以无缝接替上去 继续维持机器的运作 而且Server通常也都有快拆的设计 也就是说坏掉的话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把整个电源供应器的模组 抽出来直接替换 那你想想平常桌机如果电源供应器坏掉会怎么样 马上就关机死机了 资料没存就拜拜了 接着电源如果要拿出来换的话 你要一条一条线慢慢拔掉 然后你要换上新的电源供应器 再把新的线一条一条接上去 然后还要里线藏线 Server这些都不用 电源供应器的模组断电后 直接卡扣压下去就可以抽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颗它可以继续让伺服器维持运转 所以我觉得Server非常吸引人的 就是它有这样快拆的电源供应器的设计 那另外一个就是风扇 像这一台Server它有内置三颗六公分的风扇 那这种风扇通常转速都比一般家用的还要快很多 然后噪音也非常大 不过寿命还有散热效果 绝对都比家用的还要好 这边我们也实际录了一下声音给大家听听看 总共分为了低、中、高三种不同的转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觉得听到这个高频的声音会觉得很有生命力吗 会非常亢奋 想要工作 不过老实讲如果长时间要我听的话 我应该是受不了啦 如果你受得了的话 应该非常适合到Data Center里面工作 那既然看到后面我们也顺便讲一下Io的部分 总共有六个USB 3.2 Gen2 10G 六个都是10G哦 其中四个是USB-A 其中两个是USB-C 而网络部分总共有四个GIGA LAN 同样也可以设定失效接管 就是说其中如果一个失效的话 那另外一个可以让它维持继续运作 那你想说 啊 要16万 结果连个10G没有才给四个GIGA LAN 基本上你会买到这样等级的NAS 你也会有更重的需求 所以你通常也会扩充记忆体 而且用的记忆体当然也会是比较贵的ECC RAM 再加上各种高速的网络扩充卡 这间其实花一花通常都好几万哦 然后原本NAS16万加上这边好几万 然后再加上硬碟一颗一万的话 其实加一加三四十万都蛮有可能的 那右下角呢这颗就是COM 可能上个世纪出生的观众比较有印象哦 以前用列表机的时候可能都有看过这个 不过这个不是VGA哦 你接上去它就坏掉了 而且VGA是三排的 这个PIN角是两排的 那这个POR就是可以让我们用RS232从远端去操作 华云的官网在server的页面 也特别介绍一个功能叫FindMe 这个功能怎么用呢 你就想象自己在机房当中 有几百个机柜 那每个机柜上面又有十几台机器 你可能都找不到你连的机器是哪一台的情况下 那没有到过机房的大众 你可以想想 就是在超大的停车场 上下都有好几层 每一层都有还有数百台车 然后你要在这个茫茫车海当中找一台车 真的是非常难找 那FindMe就是可以在茫茫机海当中 它会闪烁前面版的LED灯 还有后面的LED灯 然后还会有风鸣声 让你知道你现在连的是哪一台主机 那就算你只有一个机柜 有时候同一个机柜上面 如果有两三台同型号的机子 然后你没有做好记录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搞混 所以这种设计就可以让你非常确定 自己操作的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前面比较多都是在介绍server比较特别的地方 但其实到了软体层面 它就跟你平常在家里用的塔式的ADM是完全一样的 界面和功能都一样 只是效能还有稳定性更强 那独家的MyArchive也包含在其中 那可能有些新的观众不知道MyArchive这是什么功能 这是花园主打的独家功能 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用的 它就是将倍数上的硬碟变成外接硬碟的概念 在Asus Store的机种当中也可以互相传递这些硬碟 对于少用或是需要保存资料 就可以把它存在MyArchive的硬碟当中 再把硬碟放到防钞箱 这些功能都跟一般家用的NAS的ADM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在操作的界面上是完全没有门槛 唯一可能要适应的就是家用的NAS 比较注重多媒体功能 因此会有音讯接孔 还有HDMI 可以让你透过Asus Store的Portal 直接连接电视 还有萤幕 然后用键盘滑鼠就可以直接操作了 而server机种基本上这些都没有 另外不一样的就是 一般我们用家用的华云NAS保固只有三年 但是server的NAS华云保固五年 而且还有备员服务 就是如果你机器坏掉要送修的时候 华云会带一台型号相同 或是规格更好的机种先让你顶着用 那如果你有买过桌机或笔电的商用电脑 或是类似的加值服务 就类似是那样子 整体来说 Asus Store不管在家用或是企业用的NAS 都有非常不错的稳定性 论硬体和价格也都有相当不错的CP值 大家喜欢这样的节目吗 就是报个快乐分享 记录人生的心态在开箱 就像这个NAS 其实我也买不起 只能借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快乐 人生在世就图一乐吧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或许我们可以来开箱更多的server产品 非常欢迎厂商提供server给我们 毕竟哪一个男孩 不想要家里有一机贵的server呢 我是Enter 这里是Enterbox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按赞订阅分享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会